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千宝哥 今天呢我们在室外 在我身旁呢 就是一排子门面堂 这边呢也是一片新城区 今天我们主要到这来赶 主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因为呢 我给他们带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西瓜 因为现在呢 天气非常的晴朗 而且今天也非常热 我们的干活的人呢 在那干活 我得过去体恤一下 是吧 过来看看 给他们那个拿个水果过来吃一下 因为新疆的这个季节的盛产就是 西瓜啦 甜瓜啦 等等的 嗯 也是给他们解解了 先走着 来 你先吃一会儿吃一会儿你再弄 好 好 今天我还是刚从农场上来 看 看我那是关了 放开你手里喝 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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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自己一里就那些碗 嗯 把点半个就点那样 那就点铁 我们吃的就不吃了 有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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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那里面捡一下 你去那里面捡了 哇 牛包 牛包好了 有一把 前面的刀有那把 有一把刮过来 看一段的情况 这个特别的 有一把 这楼上的天台一样也是 因为呢这个萨尔县这边呢 塔里木的小山羊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说呢我们就决定 在这边呢整一个南坑肉的店 南坑肉店 味道好不好吃就等你们来建厂 这个院子可以搞成那种小夜市一样的 真的很棒的这事 现在全城都在发展 好我们对面呢就是这个萨尔县苦里巴克镇 乡政府啊对面就是 所以说这个地理位置呢 不说太偏因为这边呢正在发展 正在发展所以说搞的还可以 这一片都是二层楼一片都是 师傅你们忙着走啦 好 给大家说啊这个位置啊是在新疆萨尔县 古巴克镇这边有个商业街 这里边呢全城街的商铺 而且呢也是这个县里的重点发展的一个 小镇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了 一定要到这个萨尔县来逛一逛 尤其不要忘了到我们这个南坑肉店来拽一下啊 品尝一下咱爬里木的小山羊 哎呀 等着吧 好了我们的工地也把瓜送完了 也看了差不多了 这个我们呢再去下个地方去 下地方那边呢还有活干 希望各位继续关注郁建西安 你继续支持鲜胖子哥 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